欢迎回到金融新闻现场 从七堵通往五堵交流道的千祥桥 终于通车了 不过公务处方面指出 人行道及脚踏车步道还在密集施工 希望驾驶人注意行驶 从今年二月 风波不断的千祥桥终于通车了 以后从百福社区到五堵交流道更便捷 不过人行道和脚踏车步道还在赶工中 预计今年底会全部完工 本次的千祥桥已经顺利到 在这个月十五号四线都已经通车 而且已经解除这个线高的部分 那本次也考量到 也尽速的来疏解周边的一个交通的压力 那这个部分我们后面 还有后续的一些人行道 还有脚踏车道后续的接续工程 我们会在不妨碍交通的状况下 还持续的来办理 那真的这座桥的后整个的桥拱 还有的油漆跟灯光 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重点的施工的功效 那在施工过程当中 如果造成市民的不便 还请多多见谅 通车的好消息的确振奋人心 市医员苏才发 特别到现场鼓励施工单位 非常感谢市政府 大家团队都很辛苦 这个桥造型不错啦 顾问公司有交易缸 我们市政府也有很用心在做 那虽然是有五点时间 但是它这个我们基隆 以天比较多 它为了品质的问题 当然要差一点时间 总算已经完成了 那希望周边工程要继续做好 给我们顺利开车 公务处方面提醒驾驶朋友 由于周边人行道设施还在施工 请驾驶朋友注意驾驶 保障行车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